这货的思想绝对有问题 青铜关如此宅小 如何能装得下两个人 哎 当苏元脑子里出现这种想法时 他觉得自己的思想也出了问题 关键点到底是什么呢 那句诡异规则 这时 一道黑气自苏元的储物界中冒了出来 灵儿从鬼迹中出来 只见他手中拿着四个用竹子扎成的木头人 嘴中碎面道 万恶之灵 降于无身 痴魅亡两 封锁四方 话音一落 一股黑气自灵儿的红盖头中钻了出来 分为四股钻入四个竹人当中 随即 那四个竹人从他手中飞出 以黄金甲为中心 他们落为四脚 刹那间 四个竹人幻化出四道鬼影 飞向黄金甲 在他周围飘荡起来 同时四个竹人的胸口 各自冒出一条锁链 迅速锁住黄金甲的手脚 哐 手腕被限制 黄金甲手中的青铜关落在了地上 他面具上的血色变得极其浓烈 嘶吼道 放开我 然而 无论他如何挣扎 锁链都无法震开 这毕竟是诅咒之力 灵儿通过献祭自己的鬼气 来完成对他的锁定 如何能被他轻易松开 主人 我用诅咒将他锁住 你快走 灵儿扭头望着苏元 那句不用管我 到了嘴边 却没能出口 奴家怎么让主人 因顾念自己 而不忍离去呢 别心疼我 主人 奴家是自愿的 哦 苏元根本不按套路出牌 他一句废话没有 扭头就跑 小煤球拖着滋滋 跟着跑的时候 还不忘回头看他一眼 王 灵儿姐姐 你做的饭 真的很好吃 灵儿感觉自己的鬼气 无法支撑太久 他望着苏元远去的背影 心中五味杂陈 主人 看来灵儿再也没有机会 偷偷地挂在墙角 望着你睡觉了 黄金甲感慨道 君上做事向来决绝 这么多年过去 他果然没变 小鬼 今日你祖我与君上团聚 定让你魂飞魂魂飞魂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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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又如何 他是我的主人 灵儿的声音是这般坚定且决绝 哼 黄金甲突然生出一股极强的怨气 他拼命挣扎 想要摆脱祖宗的束缚 虽然诅咒没有证脱开 可他每挣扎一下 灵儿的鬼气就会消散一分 真要消失了吗 灵儿渐渐感觉到了无力 不知道 主人逃远了没有 我真的快坚持不住了 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 灵儿 剩下的交给我 主人 你回来了 灵儿的声音无比的虚弱 苏元自然看出他状态不对 收 灵儿化作一道黑气 钻进了鬼气当中 君上 您终于愿意留下了吗 嘿嘿 是啊 灵儿拖延了足够长的时间 苏元已经找到了解决他的办法 黄金甲的声音有些颤抖 君上 来吧 我为您开关 嗡 他将青铜棺放在地上 并将其打开 看着眼前的君上 黄金甲瞬间分解 重新为君上披上黄金战甲 他感觉 君上比以前 似乎变小了不少 但血脉相容的感觉不会错 他就是主人 随即他们一起 躺进了青铜棺中 碰 青铜棺锁的一刹那 黄金甲面具上的血色 已经退散 成功了 站在青铜棺旁边的苏元 看着手中的诡异规则 脸上露出一抹和煦的微笑 当无法暴力破解诡异规则时 就得关注规则里面暗含的条件 黄金甲是因为融入了苏元的鲜血 才被唤醒 然后就称呼他为君山 所以苏元猜测他 分辨君山的方法 靠的是血脉气息 所以趁铃拖延住黄金甲的时间 苏元跑去挖了点泥土 将他的血滴进去 捏成了拥有他血脉气息的泥人傀儡 这泥人傀儡里刚好有一条属性 继承苏元血脉气息1% 苏元对其进行了百倍强化 将血脉气息提升至100% 从而混淆了黄金甲的辨识力 最终 苏元利用泥人傀儡 作为君上与黄金甲合关而眠 苏元很好奇 这个完美先生的称号究竟有什么属性 他打开了求生手册 荣誉称号那一页 果然又多了一个荣誉称号 还能提升跟鬼谊的亲和度 苏元目瞪口呆 你要说跟鬼谱有亲和度 也就算了 跟鬼谊也行 如果亲和度100% 他以后是不是可以跟鬼谊称兄道弟 坐在一起 谈天说地 畅想未来 这时苏元想起了 灵儿刚才虚弱的状态 应 在 苏元将尹召唤出来询问道 灵儿怎么样 他鬼气消耗严重 不过待在鬼气当中 几天应该就能恢复 需要好几天吗 苏元有些发愁 诡异之时 没法做给几个鬼谱来提升实力 还是次要的 主要是家里的农活杂者 算了 先让他好好消养吧 苏元将尹收了回去 然后目光落在身前的青铜棺上 他可是好东西 包括里面的黄金甲 如今鬼异规则破解 他们应该正常了吧 苏元看向青铜棺的属性 青铜棺 品质 传说 属性 靠 又来 苏元瞬间想到 黄金甲氏将青铜棺放入储物界中 没想到 很轻松便收了进去 他不知道的是 青铜棺被收进储物界的时候 里面的盗蕴祖狱 突然泛起一圈奇异的彩色光蕴 但很快 光蕴又消失了 小梅球 走吧 苏元看了看天上的月亮 距离天亮 还有不到八个小时 他准备带着小梅球和滋滋往回走 还没走几步 趴在苏元肩膀上的滋滋 突然抬起头来 警惕地向着远处望去 咫咫 咫 苏元停下来 手中捏出一张五雷符 顺着咫咫注视的方向望去 不远处 一道白色身影出现在竹影婆娑之间 望 小梅球低吼一声 立幕中闪过一道暗芒 蹭 他扑了出去 啊 一声淒厉的惨叫声响起 别是我 求你 别是我 天呐 苏元大神在唱家计 他完美破解了诡异规则 他破解的规则 应该是在外面触发的吧 当然了 毕竟目前为止 夜晚小黑屋 每天就出现一次诡异规则 完美解决 难道是帮助诡异完成了心愿 有可能 那会不会是帮助女鬼 完成造娃心愿 你猥琐 人家不允许 你这样诋毁苏元哥哥 哈哈 我只是提出一个观点 别说了 小心人家的鬼娃 上门杀你灭口 不怕 我刚从外面拿了个宝箱回来 保准开出个强力的辟邪道具 你开了吗 正要开 开出好东西 晚上还能出去再溜一圈 我确你还是白天开 万一开出诡异 没事 我捡了一块石杆的 就放在旁边震舍 那好吧 开了吗 有什么 华 世界聊天频道未知震惊 倒不是震惊他开出诡异 而是震惊他被诡异童话这句话 童话是什么鬼 他应该也变成诡异了吧 太吓人了 住打远还在吗 变成诡异就不能用求生手册了吧 那谁知道 此时 竹林中发现异动的苏元 打开求生手册 送分的金燕宝宝 他缓缓走过去 只见一个披赛的头发 穿着白衫的瘦弱野鬼 被小煤球按在地上 小煤球自压咧嘴 正要发动吞灵的能力 别 别杀我 大人 我知道哪里有您需要的东西 我需要的东西 难道是与诡异清合度 提升产生的效果 他要给我送 小煤球 等等 苏元来了兴趣 好 小煤球停止了攻击 并缓缓将其放开 孤魂野鬼连滚带爬 从地上起来 大人 小人本不敢惊扰您的 毕竟您的气息 让小人心生畏惧 不过 小人知道 一处埋尸之地 那里的尸体 保证完好无损 听到他的话 苏元面色一沉 你怎么知道 我需要尸体 这 这只孤魂野鬼 接他动目 被吓得哆哆嗦嗦 说不出话来 小煤球 他不说 就吃了吧 苏元手一挥 小煤球就扑了上来 我说 我说 快说 大人 小人今夜正好游荡此处 发现您在挖坟 所以 小人斗胆猜测 您在找寻尸体 哦 正好游荡此处 看来你还是不愿意讲真话 好 小煤球一副随时冲上去 将他吞噬的模样 不 不 我说的是实话 野鬼见苏元没坑气 便继续说道 您若不相信 可以与我去看看 定让您看到完好的尸体 我怎么知道 你不是为了害我 苏元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 野鬼匍匐在地 叩拜着说道 大人 面对您 我是既亲切 又畏惧 如何敢生出陷害之心 亲切应该是完美先生的称号效果 畏惧则是猎鬼狂人的称号效果 不过 鬼话连篇可是老话 苏元有了主意 长安 在 勾魂 是 长安出现的刹那 野鬼感应到了一股恐怖的鬼气 他抬头刚好与长安对视 主人 可以了 苏元点点头 让他带我们去埋尸之地 是 在长安的控制下 野怪带着苏元他们朝着远处走去 为了防止什么意外 苏元让小梅球和滋滋一前一后 同时将几只狸人傀儡放了出来 让他们四周巡视 隐融入他的影子里 没多久 苏元他们离开了竹林 前面出现了一个个小土堆 苏元迅速控制着倪人先行一步 通过倪人傀儡 苏元发现 野鬼带他们前往的方向上 出现了一处洞穴 他停了下来 野鬼则笔直地往那边的洞穴走去 长安对苏元说道 主人 尸体似乎在那洞穴里 嗯 苏元点点头 他控制着一个倪人傀儡 跟着野鬼走了进去 这个洞穴并不大 只有机密身 最里面还真有三具尸体 平平地躺在地上 那三具尸体确实非常完整 且尚未腐烂 苏元派出更多的倪人傀儡 走进洞穴 将那三具尸体给运了出来 吓 看到尸体的一瞬间 他脸色陡然一变 只见那三具尸体 穿着深褐色的长衫 却拥有一个共同特征 他们全部都没有脸 那脸也不像是后天被毁坏 反而像是天生如此 肌肤平整 没有五官 就在这时 一阵诡异的冷风从周围吹过 尸体的来历了 察觉到不对劲 尹迅速挡在苏元身前 长安和静呼在他的左侧 小梅球和滋滋则护住右侧 这时 一个诡异的声音凭空响起 我有一个问题 想让我回答 没门 苏元发了个白眼 关我什么事 你得回答我 我不要 你必须回答我 你有毛病吧 我为啥要回答你 呼 那诡异背气够呛 苏元明白了 他的问题之所以必须回答 那恐怕是被他控制了精神 但苏元能免疫避急以下诡异的精神类攻击 所以他可以拒绝回答 你惹怒了我 我不要你的脸了 我要你的命 有区别 苏元看着地上躺着的三具尸体 没了脸 他们还能活 咩 一只三条腿的羊不知从哪里跑了过来 他是羊的身子 却长着一张人脸 不 是无数张人脸 他来了 他带着脸谱来了 那变化的脸皮 恐怕都是从人身上取下来的 苏元默默地掏出斩鞋刀 我惹怒的 竟然是一只羊 那好了 今晚咱们吃烤全羊 咩 人面羊身的诡异 看见苏元那贪婪的目光 更加恼怒 死 可退 他张开嘴 吐出一口口水 呲呲 苏元躲开 那口吐膜喷在了地上 直接将地面腐蚀了 苏元怒道 你要为自己的不文明付出代价 尹化作一条黑线出现在他手中 苏元用他绑住斩鞋刀 向着人面羊丢了过去 咪 人面羊左右跳跃 躲避着斩鞋刀 他一边躲闪 一边用轻蔑的眼神望着苏元 像急了再说 打不着吧 小垃圾 不仅如此 他还不忘朝苏元 吐出几口硫酸一般的口水 靠 太嚣张了 苏元忍不了了 烤全羊不吃了 我直接轰了你 他掏出五雷符 丢了出去 你 哄 柴宁出了一身冷汗 他背靠在小黑乌楚无事的墙壁上 浑身瘫软无力 真的是运气好 如果他刚才发现这里 柴宁必死无疑 原以为 五张灵火符够用了 谁知他用掉四张 也不过是烧掉了张大力 陈花花和梁聪的尸体 可这个时候 他连诡异的面都还没见到 集中生智 梁聪将最后一张灵火符 从窗口丢了出去 自己则钻进了储物室 柴宁不知道是不是那张灵火符 将诡异引走了 但至少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他还活着 柴宁站起身来 轻轻地将储物室的门打开 然后走了出去 当他看到屋子中间摆着的棺材 以及斜靠在棺材上 一身暗红色棉布长裙的女人时 柴宁往门上依靠 表情变得极其僵硬 你 你是谁 苏元大神今晚不睡了 他已经搞到两个称号了 先搞一手完美破解 再完成对羊腰的手杀 实属牛皮 话说 人被羊驼是个妖 神兽 草泥马 爱你就尝你吐口水那个 说实话 羊驼还挺可爱 嗨嗨 有些尴尬 苏元大神不会是被他吐口水吐的生气了 所以痛下杀手吧 我有个疑问 苏元大神的外挂针就不到期 估计是续费了 请问外挂在哪开 在线等 挺急的 下辈子 我愿做个挂笔 加一 加一 苏元自然不知道聊天频道里正在讨论的开挂问题 此时的他刚打开求生手册 翻开里面的荣誉称号一页 在之前焚烧树药时 获得的焚树人下面出现了新的荣誉称号 苏元将求生手册合上 然后看向人面羊驼被轰成渣渣的地方 他掉落了一个宝箱 苏元走过去 将宝箱捡起来 先放进了储物界中 那个野鬼紧张地站在苏元身边 恳求道 大人 我可以走了吧 苏元挑眉问道 去哪 啊 你把我骗过来 不是想让那只羊把我吃掉吗 当然不是 大人 我没想骗您呢 我根本就不认识那只丑陋的三角羊 真的 我对军发誓 你怎么知道是三角羊 苏元嘴角上扬 没记错的话 他出现的时候 你被长安控制 还没有意识吧 我 野鬼扭头就想跑 好 小煤球扑了上来 一口将气吞进了肚子里 苏元摇了摇头 鬼话 鬼话 当真是信不得 不过 这三具尸体倒是真的 苏元将倪人傀儡运出来的三具 无面尸装进了储物界中 回去之后便可以开始练尸了 不过都已经跑这么远了 不如在这周围搜索一下宝箱 苏元将带着小煤球和滋滋 缓缓寻找起来 宝箱猎人的属性 让苏元可以轻松地扫描 周围是否存在宝箱 他们从竹林过来这一路 并没有任何宝箱的踪迹 所以苏元准备换个方向往回走 刚好搜索一圈 可惜的是 换了一条路 苏元也没有找到任何宝箱 就在他准备往回走的时候 滋滋突然激动地叫起来 怎么了 滋滋 滋滋 忘 忘 小煤球 试图帮着翻译 他们似乎想让苏元跟他们走 你们要去哪 见苏元已经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一狗一鼠 朝着与小黑乌相反的方向跑去 苏元紧紧跟在他们身后 没多久 他们出现在一片黑色的沼泽地前面 好臭 苏元捏住鼻子 一股发心的恶臭 自沼泽地中传来 汪汪 子子 他们没有再往前走 而是站在原地望着面前的沼泽 他们面前的沼泽地略微有些发黄 里面不时冒出一些黑色的泡泡 警告着想要通过他的行人 苏元左手捏着一张五雷符 右手拿出求生手册 并将其翻开 一条诡异规则在上面浮现出 黄泉沼泽 这名字霸气 让苏元忍不住想起了黄泉路 他忍着恶心向沼泽中望去 咕嘟咕嘟的沼泽地上 隐约能看到很多的黑影浮动 话说 你俩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望 小煤球对着沼泽叫了一声 滋滋也爬到苏元的肩膀上 挪着小脑袋指向沼泽地的深处 苏元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 只见沼泽地深处 长着一棵黑色的三叶草 你们是带我来找他的 望 知 是的 主人 那三叶草看上去就不是反品 可苏元看着前面的沼泽地 却犯了难 面前的沼泽可不好过 如果不过去 能不能拿到他 苏元盘算着 他过不去 不代表他们也过不去 他将长安 影 竟他们召唤了出来 看到那棵三叶草了吗 能不能想办法取出来 影连连摇头 吓 主人 这沼泽上方的怨气太强大 竟同样摇头 是啊主人 我怕自己过去 就回不来了 长安见苏元皱起眉头 赶紧解释道 主人 您知道 我们都是灵体 并且是保有较多自我意识的灵体 倘若沾染过多怨气 很容易使我们的灵体产生变化 最终变成无意识的恶鬼 是的主人 引见苏元脸色阴沉 连忙道 如果主人真让我去 我肯定去帮主人将它带回来 那倒不用 苏元对他们很满意 自然不愿意 为了一颗未知的三叶草 折损了中心的鬼仆 你们先回去吧 苏元将他们收回了鬼气 鬼不不行 咱还有别的 苏元取出一个兵器泥人傀儡 小家伙 看看你能不能过去 他把泥人傀儡放在地上 兵器的小泥人走过去 他张开嘴 吐出一连串冰刺 冰刺牢笼的效果 作用在沼泽上 就是将其动得结结实实 八大 泥人傀儡跳上去 呼 怨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将其包裹住 但并不能对他造成任何影响 他一边冰封沼泽地 一边朝着三叶草跑去 没多久 便到了三叶草所在的位置 很好 苏元正要控制 他去采摘那两颗三叶草的时候 沼泽地突然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一道数米长的身影 从沼泽地下钻出来 一口将冰激泥人傀儡咬成碎片 苏元看向沼泽地里冒出来的怪物 眉头一紧 鳄鱼 不过这条鳄鱼 与曾经自己在电视上捡到的并不相同 它头上长着一根长鸡脚 尾巴跟上还伸着倒钩 不仅如此 它满是细鳞片的背上 还长着一对血红色的肉齿 倪人傀儡就是被它咬碎的 这直接导致苏元取走三叶草的计划失败 计划失败还算不了什么 苏元发现 求生手册上 原本黄泉沼泽的诡异规则下面 又出现了新的规则 呼噜 呼噜 黄泉鹅发出呼噜的叫声 它站在黄泉沼泽当中 宛如死神般 冷冷地注视着苏元 这家伙脾气还挺大 还不允许任何圣灵靠近 苏元手中的五雷符 随时准备使用 蹭 好快 黄泉鹅宛如一道闪电般 向它扑了过来 望 小煤球扑了上去 结果直接被黄泉鹅 用尾巴一个横扫 将其锤飞出去 小一秒 它张开锯口 朝着苏元咬了上来 好在苏元身体的柔韧性够好 它的身子 以一个极其诡异姿势扭曲变形 躲开了黄泉鹅的攻击 同时 苏元手中的五雷符丢了出去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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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道天雷七七落下 可黄泉鹅已经钻进了黄泉沼泽中 没了深意 靠 苏元清脆一声 斩鞋刀出现在他的手中 三道黑影出现在苏元身侧 感知到主人有危险 长安他们从鬼迹中冒了出来 被打飞的小煤球 此时也跑了回来 不过 看他一拳一拐的样子 恐怕是受了伤 苏元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枚白凤桃递过去 白凤桃可以帮小煤球 恢复一定的肌肉伤势 他张嘴将桃子吃了下去 汪汪 小煤球活动了两下 确实恢复了不少 肌肉的伤势全都恢复了 苏元把小煤球吃剩下的桃盒 收进储物界 大家都小心点 经给他说道 主人 我需要您来做一下模板 嗯 得到苏元的手肯 竟便对他施展了镜像能力 一个跟苏元一模一样的镜像 出现在他旁边 不过这个镜像的基本属性 是苏元的十倍 就在这时 咕噜噜 苏元的镜像 竟然直接将黄泉鳄给抱住了 十倍化的力量 确实强悍 捕刀的时候到了 苏元握紧手中的斩鞋刀冲了上去 他抬手砍了上去 辞了 黄泉鳄身上的灵甲 瞬间被斩鞋刀给切断了 好 黄泉鳄哀嚎一声 他的尾钩狠狠地摔向苏元 银枣就挡在这里 他借助周围凌乱的影子 形成一个巨大的影网 挡在了苏元身旁 好样的 苏元借了一灯 冲天起 让开 小眉球带着滋滋 几位鬼仆全都躲向一旁 如此一来 场上控制住黄泉鳄的 只剩下了苏元的镜像 和一道迎望 他拼命挣扎 试图逃回黄泉鳄 想跑 老子给你来个天雷乱 苏元手中瞬间捏出四张五雷符 去 轰 轰轰轰 二十道天雷从天而降 全部对准了黄泉鳄 啊 黄泉鳄被轰的声音都变了 对终 黄泉鳄的主宰霸主 变成了飞灰 落入黄泉鳄当中 行了吧 苏元松了口气 咦 苏元突然发现 黄泉鳄的飞灰 缓缓地渗进黄泉鳄当中 别有什么变故 他准备看一眼诡异规则 姿姿 可就在这时 姿姿以极快的速度 从黄泉鳄的方向跑了回来 姿姿 厉害吧 他竟然趁着黄泉鳄 与苏元战斗的时候 偷偷把那棵三叶草 从黄泉鳄泽里 给取了回来 苏元接过他嘴里叼着的三叶草 也顾不得去看属性 直接放进了储物界中 他快速打开求生手册 去核实黄泉鳄的规则 是否已经消失 打开求生手册的瞬间 苏元脸色一沉 他的诡异规则还在 苏元收起求生手册 警惕地望向黄泉鳄泽 汪汪 咕噜噜 黄泉鳄泽中间位置 开始冒起气泡 小煤球对着那里吼叫着 主人 他又要出来了 长安提醒了一句 嗯 苏元点点头 他已经拿到了三叶草 没必要再冒险对付这只黄泉鳄 走 苏元转身就跑 小煤球和滋滋紧随其后 鬼仆们则回了鬼气当中 呼噜噜 黄泉沼泽中 被轰成了粉末的黄泉鳄 果然又钻了出来 猛地向着苏元冲了过来 他背后的肉刺山洞 加速了他横冲的速度 这时 几十个泥人傀儡 挡在了他的追击路线上 冰刺牢笼 这些兵器的泥人傀儡 迅速喷射出无数冰刺 瞬间将黄泉鳄冰封 收 苏元直接将断后的泥人傀儡收回 迅速逃离了这里 他们刚刚离开 咔嚓一声 黄泉鳄将身上的冰刺震散 破开了那恐怖的冰刺牢笼 他望着苏元消失的地方 发出阵阵嘀吼 但他并没有继续追赶 反而是扭头走进黄泉沼泽 沉浸了沼泽当中 呼 苏元一口气跑回了小黑屋 紧紧地关上门 他该不会追到这里来吧 他打开求生手册 完美先生的属性 苏元没想到 这个荣誉称号 竟然在这时候发挥了妙用 不然 按照之前诡异规则的描述 那黄泉鳄恐怕还要继续追上来 跟自己来个不死不休 毕竟苏元不仅仅入侵了他的领地 还盗走了那棵三叶草 他坐在椅子上 先将那棵三叶草取了出来 他的属性立马浮现出来 鬼灵草 特殊物品 黄泉沼泽出品 刷新周期 一百天 鬼气 五百 他蕴含着恐怖的鬼气 鬼物可通过服用他来治疗伤势 鬼灵草 用来治疗鬼物的药材 苏元立马想到了受伤的灵 不过 我可以先对他进行百倍强化 鬼气 九千九百九十九 鬼气超出该物品上限 一出属性自动转化为 提升鬼异等级一阶 提升等级 苏元眼前一亮 他没想到 竟然还能进化出这个属性 可惜 鬼灵草每隔一百天 才能在黄泉沼泽刷新一颗 不然就可以拿他给鬼仆们刷几用了 苏元将灵儿从鬼气中召唤出来 发现他还在沉睡 看着他脸上蒙着的红盖头 苏元犯了难 我该怎么给他服用鬼灵草 灵儿之前吃鬼异之时 都是避开苏元 这导致他完全没见过对方吃东西的样子 苏元掀开灵儿的红盖头 下面果然又出现了新的红盖头 不过 他是鬼异 吃东西估计跟人是不一样的 苏元合计着 自己可以询问一下尹 尹 这棵草 你们鬼异该怎么食用 哇 主人 这是给我吃的吗 不用吃 主人 你把它给我 我直接就吸收了 尹敢动得望着苏元手里的鬼灵草 长安 静 看到了吗 让你们挖坟的时候不积极 哇卡卡卡 想到自己等级进阶后 他们那艳心的表情 尹心里一阵暗爽 尹伸手准备去接鬼灵草 苏元却直接把鬼灵草拿开 呃 不是 啊 主人一定是在逗我 这是给灵儿疗伤用的 尹感觉自己幼小的心灵 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苏元自然能理解鬼灵草对她的诱惑 不过 这只鬼灵草 需要给灵儿疗伤用 不然家里的农活咋整 尹被苏元收回去 她拿着鬼灵草 朝灵儿面前递过去 她自己应该能够吸收 果然 鬼灵草靠近灵儿的瞬间 她的三片叶子 瞬间变成了幽蓝色的鬼气 钻进了灵儿的身体 英明 灵儿的鼻息有些加重 呜 她突然就坐了起来 主人 咦 我怎么从鬼气中出来了 伤势恢复了 不仅如此 我还进阶了 这时 苏元收到了提示 哎 这也行 苏元看向鬼气 她的等级已经变成了A级 绝世级天赋都这么强 如果换做传说级 或者神话级的天赋 会怎样呢 想到灵儿之前 一系列奇遇般的境遇 如果换做更高级的天赋 是不是会出现 喝口水触发天赋 掌握水系禁术 走路触发天赋 掌握宇宙最快速度 吞噬鬼灵草 鬼异等级升至最高级SSS 苏元忍不住笑了 或许以后能遇到 提升鬼异天赋的东西 到时候 再给其他几只鬼仆也用一下 她看向服用了鬼灵草 升至A级的灵儿 她比起之前 给苏元一种更加凝实的感觉 主人 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 灵儿开心地扑了过来 一把抱住苏元 显得很兴奋 别激动 苏元有些无奈 轻轻将她推开 灵儿 要是没啥事 你去地里看看 有没有啥活需要干 呃 主人 人家刚恢复 就要干活了吗 不然 为啥帮你复原 灵儿去畜牧区干活了 苏元先来到小飞屋附近的竹林 利用泥人傀儡 快速收集了二百根竹子 以备不时之需 随后她便回了小飞屋 将竹子放进处屋室后 便直接走进洞里市 准备连夜拔营 鬼知道那只黄泉鳄 会不会过来散步 更何况鬼灵草再次刷新 还得一百天 她没必要在这里待着 周围也没宝箱啥的 不过临走前 苏元还是向这里的座标 做了标记 方便后期如果需要 可以过来继续摘取鬼灵草 顺便把那只可恶的黄泉恶眠了 苏元没有再干别的 距离天亮 还有六个多小时 她需要保证良好的睡眠 开启圣童 又有小煤球和滋滋守着 苏元很放心 没多久 她就沉沉地睡去 苏元并不知道 小黑屋行进中 深夜 外面传来各种鬼哭狼嚎 好 啊 哇 她小黑屋的辟邪属性 达到了恐怖的 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再加上圣童释放的圣光 遇到一些低等级 游魂野鬼挡路 不用靠近 他们就化成了灰 距离远些的低级诡异 感受到她恐怖的气息 也直接被吓跑了 正因如此 这一晚 聊天频道里 才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救命啊 有鬼 鬼在追我 完了 要死 兄弟坚持住 晚上乱跑 死了吧 没 我没死 那只鬼突然抱着脑袋 嗷嗷跑掉了 哈 啥情况 难道是我刚才的祈祷生效了 太好了 诡异的事件 啥都有可能 或许祈祷真有效 哥们 你祈祷的啥 我向上天祈祷 让我在活五百年 靠 怕是脑子有坑 呃 建议你去做个何词 兄弟们 我要玩了 这宝箱附近 竟然冒出一对小鬼 他们向我围了过来 下面是我的最终一言 傻青号领导 我绝不加班 拒绝加班 老打工人了 你走得很安详 怀揣着来世的梦 哎呀 我没死 你也祈祷了 没有啊 不知道从哪照过来 一束温暖的光 小鬼们直接化成了飞灰 天降圣光 大吉之兆啊 难道今晚诡异事件送福利 我想去试试 黑夜那么大 我想去走走 说走 咱就走 一觉睡到大天亮 苏元起身走到门口 推开门 小黑窝还在行径中 向着半月湖的方向 此时的路段 路两边种着柳树 左边是荒田 右边则是一条小河 慢慢走吧 我先去开宝箱 苏元关上门 将宝箱放在桌子上 有了开出诡异的经验 苏元这次更加谨慎了些 皮球百剑正对宝箱 两边放着火系迷人傀儡 然后再控制煞气迷人傀儡去开启 小煤球只狼着耳朵 警惕地望着宝箱 咔嚓一声 宝箱开启 没情况 小煤球舔了舔嘴唇 扭头走向角落 往地上一窝 把滋滋搂进怀里求温暖 进行伪装并获取该设定的属性加成 伪装 三十 形态设定 一 美貌 魅力值正百分之五十 二 恐怖 威慑力正百分之五十 三 平凡 存在感覆百分之五十 苏元看着千变的属性 不禁感叹道 这东西 简直就是杀人越货的不二选择呀 现阶段 求生者接触的概率地 随着求生进程推进 将来求生者之间的冲突 恐怕会与日俱增 带上假面来转换身份 将给苏元带来许多便利 不过伪装的属性有些低了 苏元对千变的伪装属性 进行了百倍强化 伪装 三千 嘿嘿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接下来 苏元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练尸 他将那三具无面尸身 从储物界中取出来 练尸符 还是比较好化的 苏元取出珠沙默和黄纸 迅速将符转化成 随后 他按照练尸术里面提供的方法 将三具尸体进行选 停 预三步 接着便是最为关键的埋尸 练尸 苏元将贴上了练尸符的三具尸体袋上 走进了序幕区 主人 你是不是要把他们安置在这里吗 苏元点点头 灵儿 哪里还有空地 我就知道 灵儿发出银银般的笑声 主人 这边 他带着苏元来到最里面的位置 这里给主人留了练尸之地 苏元看着前面已经挖好的尸坑 冲灵儿笑了笑 干得不错 细细 灵儿被夸了一句 小手捏在一起 显得有些害羞 就在他准备问出那句话时 苏元连忙打断他 灵儿 我想起来了 你昨夜不是收集了不少诡异之识吗 你快去做饭给他们几个吃吧 这些家伙 正未没吃到鬼灵草难过呢 哦 灵儿没能问出那句话 心里略微有些失落 但他还是乖巧地走了出去 进了厨房 苏元直呼大意 这丫头执念太深 跟他交流 必须点到为止 他将三具无面诗埋好 并且留下了五个煞气泥人傀儡 留下他们 不仅能够时刻观察师的变化 更能够利用他们身上的煞气 来加快炼尸的进度 三天以后 炼尸基本完成 苏元把手上的尘土拍掉 然后走出了畜牧区 望 小眉球见苏元出来 蹭的一下窜了过来 望 主人 快看 肉肉 他嘴里竟然叼着一只野鸡 支 滋滋从他脑袋上的绒毛下面钻了出来 这俩货现在倒是形形不离 苏元伸手把野鸡接过来 从哪抓来的 野鸡还活着 扑扔了两下翅膀 却无法挣脱他的束缚 望 小眉球朝着外面叫了一声 嗯 你把他拿去厨房 给点儿处理一下 望 小眉球叼起苏元递回来的野鸡 跟滋滋跑进了厨房 苏元走到门口 打开门 向外面望去 那条小河边上 确实有不少野鸡在岸边飞来飞去 粗略数一下 大约有二十几只 抓几只野鸡仰起来 苏元把小黑屋停下 带着小眉球他们 小心翼翼地靠近小河边 咕 咕咕 虽然他走得很轻 原本在河岸上聚集的野鸡 还是警觉地发现了他们 有的飞向河里 有些则落在柳树上 还有些直接飞走了 倒是挺激进 你刚才怎么捉住的 苏元好奇地看向小眉球 望望 主人 我可厉害了 随便一张嘴 就把他给抓住了 子子 你别吹了 分明是那只野鸡自己撞过来的 望望 小眉球为了证实自己的能力 冲向距离最近的那只野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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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野鸡飞走了 留下一坨鸡屎 正正地落在小眉球的脑门上 望 苏元无奈地撇了撇嘴 这憨慌是指望不上了 此时烈日当空 鬼仆也没法出来 福转那些更不是用来捉鸡得料 这时 他突然想起了小时候捉麻雀的经历 苏元回到小黑屋 取出几根竹子 来到分解加工室 将其分解成一根根系竹条 随后拿到装备合成室 制作出一个竹篓 竹篓坚硬程度4 耐久100% 功能可以用来盛装一些固态物品 竹篓不用太坚硬 结实耐用就行 苏元直接对他的耐久 进行了百倍强化 竹篓多出了一条 该物品无法损坏的属性 OK 还需要一条细长线 苏元想到了那块白布 因为床具有自动调节温度的特性 苏元从来没有盖过它 他走到角落里 把它拿进了分解加工室 将其分解成了细线 苏元同样对细线进行了百倍强化 当他获得了无法损坏的特质 行 这下可以了 苏元从储物室里拿了些骨子 之前交易来的骨子 灵儿用的并不多 所以剩下的倒是挺多 刚好成了苏元捉野鸡蛋 他来到河岸边 先用细线绑在一根20厘米左右的竹棍上 随后用竹棍把竹篓撑起来 最后在竹篓下面撒上一些骨粒 苏元牵着绳子走远 然后静静地躲在一棵柳树后面 咕咕 三只也激落到竹篓附近 其中一只在周围晃了一会儿 就忍不住钻进了竹篓里 去吃里面的骨粒 另外两只见他吃得欢腾 也跟了进去 很好 苏元猛地一拉 竹棍倒下 竹篓把那三只野鸡扣在了下面 噗愣 噗愣 他们噗愣几下没能飞出去 似是认了命 开始专心着视地上的骨粒 苏元走过去 轻轻翻开竹篓 捉住他们的翅膀 一只只掏出来 把野鸡送回小黑屋后 苏元继续支搂 准备抓下一波 如此反复 苏元足足捉了十六只野鸡 算了 那两只说啥也不上岸 就留着吧 好让这片区域的野鸡 能够继续繁衍生息 他望着不远处 水面上扶着的两只野鸡 他们都有着漂亮华丽的长尾巴 苏元忍不住赞叹道 真好看 王 一旁小眉球听得满脸问号 主人 两只公野鸡 也能繁衍后代吗 苏元回到小黑屋 看着养殖场里热闹起来的野鸡们 心情格外愉悦 毕竟这些有着漂亮羽毛的野鸡 将会是炒鸡块 炖鸡汤 炸鸡排 烤鸡串 一个字 香 离开畜牧区 苏元确实闻到了诱人的香味 餐桌上已经摆放了边炒鸡块 两只烤鸡腿 还有一碗鸡骨汤 至于灵儿和小眉球他们 不用想 肯定是在缩在厨房里 吃诡异之时 边炒鸡块 增加饱腹感 百分之三十 烤鸡腿 增加饱腹感 百分之十 鸡骨汤 增加饱腹感 百分之五 这次灵儿做出来的食物 倒是没有隐藏属性 苏元也不再强化他们的饱腹感 他今天就想安静地坐在那 品尝桌上美味的鸡肉大餐 用筷子碾一块煸炒鸡块放嘴里 吃着他的麻辣香味 再来一口烤鸡腿 满嘴焦香脆嫩 最后再咕咚喝下一口浓郁的鸡汤 哥 救命啊 救命 河对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救声 还夹杂着一声声怪叫 苏元朝着对面望了过去 那边的林子已经超出了苏元的视野范围 全部被迷雾遮挡 直到林子里冲出来一个衣着破烂 身形亮强的男人 扑通一声 他飞身跳进了河里 然后拼尽最后一丝力量 以狗袍的姿势 疯狂朝对岸游了过来 噗愣噗愣 原本浮在水面上的野鸡 被他惊动 朝着远处飞走了 男人刚刚落水 迷雾中又钻出来一只浑身漆黑 体型见瘦的黑狼犬 那个嗷嗷的怪叫声 就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 看到男人下水 他也跟着跳进了河里 用标准的姿势 开启了狗袍式过河 这只黑狼犬怎么那么熟悉 苏元脑海里浮现出之前在黄皮子坟外的情景 忍不住撇嘴笑道 他没变呢 还是那么威武不凡 河水中 男人一边游 一边回头 一人一犬在河里疯狂地追逐 大惊小怪 不过是被狗追 喊个屁的救命 苏元翻了个白眼 还以为这货白天见鬼了 就在他准备把小黑屋的门关上 继续赶路时 望 小煤球却突然面露凶光 冷冷地盯着河那边 发出一声声嘀吼 死死死 紧接着什么东西 妈撒前进的声音传来 苏元望向河岸对面 表情微微移动 咻 迷雾中出现了第三道身影 扑腾 紧接着 他落入河中 哗啦一声 水中泛起一阵浪花 那只跟在后面 拼了命往这边游的黑狼犬 咕嘟一声 被扯进了河水里 消失不见了 啊 救命 救命啊 男人并不是在向苏元求救 先不说在白天的时候 他的视野窄小 四周全被迷雾阻隔 哪怕让男人站在 苏元的小黑屋面前 他也根本就看不到 这个施下了幻术的小黑屋 他呼救完全就是在 极其恐惧时 显露出的一种本能 原来不是狗 苏元看到第三道身影出现时 就已经明白 男人在躲避什么了 这要是换作以前 他也很怕 不过现在嘛 苏元一袭记得 上次吃这种肉的时候 虽然是隔夜的材料不太新鲜 可味道还是很鲜美的 他笑得很开心 又有得吃了 倒是 一想到 他接下来会把男人吞下去 男人的尸体 会在他身体里腐烂消化 苏元就有些反胃 自己的食材 绝对不能让别人给污染了 苏元扭头看向旁边的小煤球 去吧 以前他的同类欺负你 这次换你欺负回来 哇 小煤球立马变得非常兴奋 他身形一变 变成鸣犬扑了出去 我 我不行了 刚刚上岸的男人 已经筋疲力竭 他跑不动了 两躺在地上 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不过是带着前两天 刚刚驯服的流浪狗 去林子里找果子 结果就碰到了这怪物 惊慌之下 自己的武器也掉了 只能逃跑 这怪物丝毫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一路紧追 扑通 身后的河中 水花四溅 一条花青色 网口粗细的巨蟒钻出水面 他锯口中 黑狼犬已经被吞下去大半 只剩下后腿 还在拼命地乱蹬 试图从他嘴中逃出来 要死了 男人闭上了眼睛 他拼尽最后一点力气 最终还是没能逃脱 死死 巨蟒将黑狼犬吞了下去 他吞吐着蛇性子 冷冷地盯着面前的人类 突然 他觉察到一股非同寻常的气息 嗯 花青色巨蟒抬起舌头 往岸上望去 他眼中闪过一抹金芒 一条大狗 吼 这一声吼 让巨蟒打了个冷战 这狗不好惹啊 小梅球明犬状态下 本就拥有着恐怖的气势 再加上他之前吃过一块 苏原强化过的蛇肉 别说一条巨蟒 哪怕面对蛇类妖物 都有一定的威慑力 死死死 巨蟒已经决定放弃 岸边那块即将盗嘴的肉 他猛地扭转十几米的蛇身 准备逃离 吼 小梅球怎么可能 会给他逃走的机会 猛地扑了上去 直接咬住了巨蟒的蛇位 扑通 小梅球跳进了水里 与巨蟒缠斗起来 此时 岸边的男人惊呆了 什么情况 这条浑身刺毛的胸犬 从哪里来的 难道是我的隐藏属性是 犬类魅力直满极 先捎活一只黑狼犬 又引来一只天犬救命 哇嘎嘎 得此天犬 我定能走向人生巅峰 就在男人歪歪到 不能自已时候 正与小梅球憨战的巨蟒 突然张嘴 喷射出一口喝绿色的农叶 咦 天降绿祥 男人眼睁睁地 看着那口农叶 落在了他的身上 下一秒 人间蒸发 他的人生巅峰 来得很快 直接就升天了 苏元看到这一幕 不仅则舌 兄弟 你倒是快跑啊 最后落了个尸骨无存 真是可惜了 没人知道他在可惜什么 男人的命 还是一具炼尸的材料 咦 苏元愣了一下 发现男人消失的地方 似乎留下什么东西 他连忙走了过去 咦 苏元发现 地上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宝箱 这是什么 他把宝箱捡起来 求生者宝箱 暴虑 百分之一 求生者死亡后掉落 随即掉落 求生者生前最有价值物品或能力 真 杀人越货 苏元直接将其打开 哎呦 有货 一把木制的长弓 和一个装满剑的剑筒 出现在宝箱里 苏元伸手把他们取了出来 木制弓箭 木弓 命重 百分之十五 攻速 零 三 耐久 百分之一百 木剑 攻击 五十 暴击 百分之十 耐久 百分之一百 就这 苏元有些无语 竟然只掉落了一把木制弓箭 不过他百倍强化后 应该也还行 木弓 苏元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命中进行百倍强化 攻速再快 你射不中也是个百 命中 百分之一百 一出属性转化为木弓特殊属性 锁定 锁定目标将百分百命中 强 这意味着目标肯定要承受他一箭之威 木剑 攻击 五千 苏元对于木剑 直接强化了他的攻击力 暴击太不稳定 还是稳定输出比较好 求生者死亡后 竟然有概率爆宝箱 可惜爆率太低 开出的东西也一般 有时间还不如去开宝箱 苏元放弃了心中刚萌生出的想法 他扭头望向河水中 想着要不要帮小煤球补一箭 此时河中 巨蟒已经被小煤球给干翻了 七寸都给咬烂了 哗啦哗啦 小煤球把巨蟒从河水里拖了出来 苏元看着眼前这条巨蟒 在没了出来诡异世界时 那种恐惧和抵触 他伸手接过小煤球手中的蟒蛇 顺手丢给他一块黄鼠狼肉 干得不错 随即苏元拖着蟒蛇 朝小黑屋走去 苏元的小黑屋在迷雾中前行 接下来他不准备再停了 估摸着今夜后半夜 也就到半月湖了 苏元回到小黑屋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那只巨蟒分解 他获得了蟒蛇肉 蟒蛇胆 蟒蛇鳞皮 这些东西经过百倍强化后的属性 与之前获得巨蟒材料属性一样 苏元没有着急烹食 而是将这些东西暂时放进了厨师 这时候 灵儿从畜牧区走了出来 主人 我整理出来一块菜地 需要一些种子 好 苏元点点头 然后便打开交易市场 用鸡肉交易来一些蔬菜的种子 菠菜种 白菜种 西红柿种 豆角种 他把种子交给灵儿 灵儿就去种地了 苏元则躺在床上 查看交易市场里面的信息 他想看看自己 能不能逃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最开始的时候 辟邪物品吃紧 如今变成了食物吃紧 交易市场转了一圈 苏元没有看到什么 值得交易的物品 他挂了一个交易信息数据 标题 福转交换好材料 交易条件 优先交易完美及以上材料 200块食材 2张灵火符 200块铜矿 4张灵火符 100块银矿 5张灵火符 300块辟邪矿 4张灵火符 苏元把求生手册合上 然后就朝楚无事走去 他从里面拿了一张黄纸 和一块猪沙末 顺便还拎了一瓶自制饮料出来 我也该画些其他符传了 他用水果刀 把黄纸裁成大小合适的尺寸 在桌子上摆好 磨好墨 他抬笔轻轻站了一下 笔肩抖动 一张隐身符传瞬间完成 他的属性 与之前黄皮子粉里的隐身符传一样 隐身符传 隐身效果 10 苏元将其百倍强化后的效果 变成了隐身符传 隐身效果 以前 只要不是像上次那样 突然嘎嘎嘎笑出声来 几乎就是无敌隐身术 苏元画了三十张隐身符 随即开始画另一种符传 定身符传 定身效果 10 介绍 符传贴在其身上是生效 符传掉落 定身解除 苏元对他的定身效果 进行了百倍强化后 属性变更为定身符传 定身效果 以前 苏元对他的效果还是很满意的 他同样画了三十张 全部进行了猜测强化 并放进了储物界中 咕咚咕咚 苏元喝下一大瓶强化过的资质饮料 补充了一下亏损的精神力 小黑屋还在继续前行 时间已经不早了 马上就要天黑 苏元鞋靠在床沿上 安静地等待着夜晚的到来 今夜 又会是什么样的诡异规则呢 天要黑了 我已经握紧了白天刚刚捡到的 圣光护体木服 咬喝 听上去挺强啊 那是 看属性 这木服的圣光辟邪效果 可以达到一千 一般诡异根本就进不了我的身 桃木剑已准备 辟邪欲已准备 准备毛线 我已经削发为僧 今夜诡异来了 我辟邪光头招呼他 强 你们都别装了 苏元大神在用灵火浮交易矿石物资 我兑换了两张 他对品质要求太高 我挖出来的品质太次 挖矿人 挖矿永不停歇 兄弟们 别念了 天黑了 诡异规则来了 诡异事件 头发长的速度都不同寻常 这才几天啊 我以前板寸 现在都能输小遍了 我以前光头 现在头发也长出来不少 对了 刚才那个削发维森的光头哥 你还好吗 兄弟 一路走好 愿来是在乳佛门 我的头发比较短 他不会突然不生气 然后把我干掉吧 他目前好像输得很平滑 没觉得他不舒心 哥哥们 我好怕 人家的长头发 被他输得 怎么说呢 还有点舒服 输头的手艺确实不错 给手艺人点赞 这诡异应该能暴力破解吧 你试试 我不敢回头 回头要是干不过他 头皮就会被扯下来 不敢动啊 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好办法 暂时没有 希望他输得满意吧 您看 我还会编小便 好看吧 大人 您快看 这个冲天就怎么样 马尾 马尾您喜欢吗 大人 您说句话 我真是误闯贵府 您就放我走吧 小飞屋里 一直穿着黑色长衫 满头娇发 手里拿着铁树子的诡异 跪在苏元面前 编织着各种发型 试图讨好苏元 放他走 苏元很无语 你是这几晚 我见过最没骨气的诡异 大人 您别生气啊 您想不想看到力 后空翻也行啊 我很会耍杂技的 您有别的特殊需求也行 保证让您满意 诡异快哭了 骨气有屁用啊 眼前这个男人身上 那恐怖的戾气 得杀多少 鬼才能凝聚啊 你比诡异更诡异 说说今晚的规则吧 苏元也懒得跟他废话 这货那么怂 他干脆直接问出 诡异规则的破解方法 大人 可简单了 只要我梳头梳到爽 我就走了 比如现在 小人已经很爽了 这就离开 等等 刚准备逃走的梳头鬼 被苏元叫住 梳到爽啊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苏元皱眉 你一直梳下去 就能满意 然后离开 迫于苏元的威慑里 他丝毫不敢怠慢 别忙到 嘿嘿 要是给别人梳头 当然很难满意 估计一会就烦到 想耗了他的头皮 说完这 他又谗媚的看着苏元 可得大人 您梳头 小人就不会烦 梳一辈子也不烦 别说废话 你应该明白 我想知道什么 这 你们发现没 他梳头的频率加快了 刺 有点疼 下人 怎么感觉他突然暴躁起来了 你们听 他在背后念叨着什么 可恶 你的头发怎么就梳不好 可恶 我要把你的头皮薅下来 他 他如果不舒心 诡异 哪有寻常的举动 当他在背后 帮你梳头的时候 你就应该明白 他随时会要你的命 所以 有些性子急的 一开始就选择了暴力破茧 这些人的一部分 在与诡异对抗中 反应不及时 或者手段不够高明 被梳头鬼薅掉了头皮 当场去世 另外一部分 则完成了对诡异的击杀 或将其吓跑 成为了今晚诡异求生的胜利者 兄弟们 干吧 唯有奋起反抗 才能夺取最终的胜利 他刚好皱了头发 我反手拍出一张灵火符 他被灵火烧成粉末 我用的桃木剑 我啥都没有 咋整 我有个锤子 你有个锤子 我真有个锤子 我有一个梦想 奋起反抗的 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求生者 在面对诡异时 完全没有对抗的勇气和手段 他们只能等 等待有人发破解诡异规则的攻略 求生者们可以等 但诡异不能等 他的动作已经开始扭曲 变形 甚至已经开始用来 去拉拽求生者的头发 人们听到他小声的诅咒 简直怕得要命 他已经极其不耐烦了 我感觉他随时会要了我的命 我这边也是 怎么办 能怎么办 动手吧 兄弟们别急 出攻略了 终于等到你 还好没放弃 住 可跳过一 两条讲解 直接从第三条查看破解方法 一 他给你输不了多久 就会烦躁 不耐烦 最终失去耐心 杀掉你 你手段高明 可以直接杀掉他 二 诡异规则中提到了 他会刮花你的脸 然后薅掉你的头皮 所以 梳头鬼想要杀掉你 一定会走到你前面 这就是关键点 三 当梳头鬼出现在你面前时 大声告诉他 你的头发很美丽 我想帮你梳头 四 他是卷发 不能接他递过来的 铁梳子梳头 直接用手指帮他梳理 直到他满意为止 俗原大神 我的神 你终于来拯救我了 神 无所不能 get 我已经开始帮他梳头了 说实话 手指处碰他那焦距的头发时 真心有些怪异 我竟然再给诡异梳头 诡异事件 无奇不有 今日我给诡异梳头 明日诡异给我生完 大兄弟 你这思路清奇 话说 你前面的梳头鬼 听到你说的话了吗 咦 世界聊天频道里 再没有蹦出来一个字 苏原看着跪在旁边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的梳头鬼 嘴角上挑 那啥 你都交代了 我就放你走吧 一直没有骨气 且没什么特殊能力的恶鬼 苏原不打算跟他签订鬼气 哦 那太好了 梳头鬼站起身来 对苏原作一 然后急匆匆的向外面跑去 好 下 梳头鬼被变身明犬的小煤球 直接按在了地上 大大大人 您不是 要放我走吗 我说了放过你 您的神犬 他 苏原嘴角闪过一丝笑意 我可管不了 啊 梳头鬼直接被小煤球 吞进了肚子里 吞铃入腹 味道不错 小煤球伸了个懒腰 带着滋滋走到角落里 卧下 盘成一团 今晚的诡异规则已经结束 他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苏原走到窗口向外望去 诡异世界的黑夜 宛如洪荒猛兽的巨口 让人望而生畏 月光落在他的眸子里 闪烁着不一样的亮芒 苏原喃喃道 半月狐 我来了 夜还很长 行情中的小黑屋 异常的平稳 他自身恐怖的辟邪属性 让无数诡异为之退散 远远必知 苏原并没有睡 他打开求生手册 准备看看自己 挂在交易平台上的交易信息 有没有需要 他进行处理 苏原发现 实矿的交易已经完成 辟邪矿有询问完美级的品质 是否能够交易 铜矿则询问优质级的品质 是否能够交易 三级小黑屋的升级 还需要两个小黑屋升级器 苏原一个也没有 所以他不着急完成交易 再等等 如果有更高品质的材料 再交易也不迟 这时 他突然注意到 好友聊天频道里 柳依依依发来的消息 道长 我挖到的好东西 你要不要 什么好东西 咦 道长居然回复了 今天晚上多亏了你的攻略 人家的长头发 差点就被他给拽下来 苏原翻了个白眼 何止是头发 你的头皮 也得被他薅走 说正事 我挖到一个特殊物品 什么东西 我把他的属性分享给你 青壶零食 属性 属性也发过来啊 属性就是 苏原有些无语 不过他发现 自己手里这种东西还挺多 最初的盗运祖域 还有最近的狐狸珠 如今又碰到了青壶零食 等等 狐狸珠 青壶零食 两件物品的名字里面都有狐 难道他们有什么关系不成 既然碰到了 就把他交易过来 说吧 你打算换什么 道长同意交易了 柳一一真想跳起来大喊万岁 我想要些吃的 他快饿死了 自己处于一座不知名的大山当中 若微矿场丰富 但食物太过于戏缺 除了在矿坑外的工作室里 发现的几袋面包 柳一一的食物 主要是通过交易矿石获得 但是这两天 食物戏缺的厉害 已经没人愿意跟他交易 柳一一的食物 在白天终于消耗殆尽 他白天几次联系苏原 苏原都没回复 晚上 他尝试性的问了一句 苏原竟然回复了 至于那个青壶零食 其实是他之前挖矿所得 今天没吃什么东西 柳一一为了保存体力 并没有下矿 苏原以为他会要服转 没想到他要的竟然是的食物 你要多少 三天的量 行吗 柳一一试探性的问道 没问题 苏原选择交易 他获得了青壶零食 与此同时 苏原发现 储物戒中什么东西 突然亮了 储物戒中 绽放出五彩的光芒 苏原瞥了一眼 手中这枚青色的 椭圆形青壶零食 他此时也犯着 一抹微弱的轻盲 苏原向储物戒中探查去 发出采盲的 赫然是他之前 获得的那枚狐狸猪 苏原将其取出 拿到手中 一株一旦交香灰映 格外扎眼 汪汪 吃 这时 小梅乔和滋滋也跑了过来 他们似乎对苏原手中的东西 很感兴趣的样子 就在这时 苏原手中的青壶零食 突然发出咔嚓的破裂声 他上面瞬间布满了 狐狸猪网状的裂纹 别搞我形态啊 东西刚交易来 就报废了 苏原忍不住皱眉 下一秒 狐狸食直接碎成了粉末 一道拇指大小的青色狐狸 从里面钻了出来 瞬间进入了 他右手捏着的狐狸猪中 嗯 这两件东西之间 果然有着非凡的联系 本来乳白色的狐狸猪里面 此时隐约能看到 一抹青色的狐狸 苏原定睛看向 手中狐狸猪的属性 发现他比之前 多了一条信息 狐狸猪狐独至宝 狐狸 青狐狸 获得青狐一族好感度二十 苏原轻声道 我大概猜到他的作用了 这狐狸猪应该能够用来收集狐狸 然后提升与狐狸的好感度 从而触发什么任务 或者奖励 暂时还用不到 以后遇到跟狐狸有关系的东西 要多加留意才行 这时 苏原脑海里浮现出 那个男人的模样 如果与自己当初的预想相同 他知道 那只老黄皮子能够抱宝箱 这一想 那男人的表现 才更像是重生者吧 如果他的目标是狐狸猪 又知道东西在我手上 苏原反手将狐狸猪收回储物界中 我们应该很快会再见面的 他嘴角微微上挑 你要真知道狐狸猪的用处 可能好好收集 跟狐狸有关系的道具 狐狸猪的事情先放一边 接下来 苏原就该考虑一下半月狐了 那个从宝箱里 开出地图上的目的地 睡觉 应该就到了吧 他躺在床上 看着黑漆漆的天花板 渐渐有了睡意 这时 他面前的迷雾突然散开 一个身姿恶娜的亲密女子 在不远处出现 这可是诡异世界 苏原目光微冷 他恐怕不是人 下 女子扭头看向他的时候 苏原脸色骤变 他赫然有一张尖细诡异的狐狸脸 苏原正想从储物界中 取出五雷符或灵火符丢过去 结果他发现手指上空荡荡的 哪有什么储物界 公子 那女子宛如一道幽魂 向他飘了过来 动不了 不仅没了储物界 苏原的身体 还僵硬到无法动弹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道 长着一张诡异狐狸脸的女子 向他扑了过来 啊 苏原猛地从床上坐起 惊醒了过来 汪汪 徒狗形态的小眉球 伸着两只前肘 趴在床边 对着他轻吠了两声 小眉球 苏原伸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梦 原来是梦 他抬手抹去额头上的冷汗 难不成是因为那颗狐狸 才会做这个梦吗 苏原取出狐狸猪 上下打量 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妥之处 或许是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 汪汪 小眉球叫了两声 朝门口的方向跑去 这时苏原才发现 小黑屋已经停了下来 到了吗 他把狐狸猪重新收起来 翻身从床上下来 朝门口走去 苏原打开小黑屋的门 哇 小黑屋停在高处 从这里 刚好可以向下俯瞰整个半月湖 他名字的由来 恐怕跟他半月的形状分不开 半月湖两侧 冲着茂密的云山 微风袭袭 月光下 半月湖的湖水波光灵灵 水面上云山的倒影 随之微微晃动 宝箱 苏原的目光落在半月湖的边上 直接锁定了湖边 那个闪闪发光的宝箱 他暗暗猜测 因为半月湖边有个宝箱 就把他的地图 能够被放入宝箱 那太夸张了 肯定还隐藏着什么别的秘密 苏原抬头看向月亮上显示的倒计时 三点十分零六秒 先下去探查一下 把那个宝箱拿到手再说 苏原从小黑屋里走出来 先将霓人傀儡分散出去 让他们遍布在半月湖四周 然后 他才沿着湖两侧的高坡 缓缓向下 朝着半月湖走去 小梅球和滋滋紧随其后 鬼谱分散在他周围 苏原手中捏着威力和范围最大的五雷咒 并翻开了求生手册 时刻注意上面的诡异规则 从湖两侧的高坡下来 苏原没有发现任何一样 同时 他在宝箱猎人荣誉称号的加持下 也没发现任何其他宝箱 就在他靠近那个宝箱的时候 突然求生手册上浮现出了诡异规则 同时 小梅球和滋滋对着半月湖发出吼叫 苏原身旁的鬼仆们也变得警惕起来 主人 湖面上似乎有什么东西 苏原点点头 在月光的照耀下 湖面上漂浮着一抹诡异身影 他应该就是规则中提到的 那种敌视人类的神秘族群 苏原脑海中浮现出梦里狐脸女子的模样 不过他立马否定 毕竟狐狸不生活在水里 那会是什么 他过来了 苏原从储物界中掏出斩鞋刀 右手持刀 左手捏五雷符 嗖 一只夹杂着利笑声的长剑 向他抱射来 嗡 灵儿挡在苏原面前 红绸缎浮动起来 直接拦下来这只速度惊人的恐怖剑尸 主人 剑 灵儿把截后的剑尸递给了苏原 独头剑尸 攻击 一百 毒素 十五 苏原瞳孔一紧 喜欢玩剑 喜欢玩夺 好 我来陪你玩玩 他把五雷符和斩鞋刀收了起来 先将这把毒剑的毒素 进行了百倍强化 毒素 一千五百 随后苏原从储物界中掏出木工 他弯腰拉弓 对准了水面上的诡异 那诡异剑他掏出一把破烂般的木工 丝毫没有任何躲闪的意思 甚至还挑衅般的向这边过来了一些 锁定 发射 苏原松开拉线的手指 毒剑缓缓朝水面上的诡异飞了过去 速度 好慢 好慢的剑 水上漂浮的诡异 漫不经心的看着苏原射出来的那柄毒剑 走 木工的威力 能把剑射过来 就很不错了 诡异看着那慢悠悠飘过来的剑 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剑飞得很慢 可他一直保持在同一水平线 笔直地冲着自己飞了过来 奇怪 他往旁边挪了半米左右的距离 那剑就像长了眼睛般 也往相同的方向磨动了相同的距离 剑头始终对准他 这剑有古怪 可他不是自己射出去那只剑吗 不过也无所谓 就这速度 他可以轻松将其拦下 扑斥 他本想阻挡 那件事突然一转 绕了个圈 直接插在了他身上 不可能 他满脸震惊 下一秒 他连痛苦的表情都没做完 就化作一滩浮水 哗啦一声 他永远融入了半月壶 与此同时 苏原收到提示音 原来是娇人 苏原算明白 自己灭杀的是个啥东西 他打开了求生手册 翻开荣誉称号的属性 并看了过去 苏原大神从陆地杀到水里 水路通杀 娇人是个啥玩意 南海之外有娇人 水居如鱼 不废之际 其演气怎能出猪 兄弟 博学多彩啊 娇人气猪 那是传说故事 这里是诡异事件 娇人不是美人鱼吗 美人鱼的话 请恕我馋他的身子 我也馋 一想到鱼肉 它那鲜美的味道 让人难以忘怀 兄弟们 你们知道 我多想吃一顿鱼肉火锅吗 我想吃清蒸鱼 红烧鱼岂不是更香 不如搞指娇人做料理 娇人的一百种施法 舌尖上的诡异 兄弟们 你们怕是飘了 苏原并不知晓 聊天频道里 已经开始讨论 起娇人的争主 吵杂各种施法 他虽然将半月湖中的娇人斩杀 但根本就没看清他的模样 究竟是人头鱼身 还是鱼头人身 苏原也不知道 苏原的目光 落在不远处的宝箱上 这宝箱恐怕是焦人 放在这里当耳用的 只不过 他调来了猎人 他并没有着急获取 检取宝箱 毕竟诡异规则说 半月湖中生活的 这种神秘族群 他们会结伴猎杀落单的人类 从字面意思分析 这里应该还有一只焦人才对 苏原的目光 扫视着周围目所能及的地方 但他并没有什么发现 难道 他回想起那只长发鬼的操作 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的宝箱上 苏原轻了轻嗓子 对着宝箱说道 你藏在箱子里 就不觉得闷 啊 对了 你的伙伴已经给我斩杀了 再不出来报仇 我可走了 宝箱没有任何异样 苏原控制着一个宁人傀儡走了过去 宁人傀儡现在宝箱旁 伸出手 正准备去香气打开 仔细盯着宝箱的苏原发现 他的盖子动了一下 支 滋滋跳到了苏原的肩膀上 为他示警 小梅球也对着宝箱 发出一阵阵嘀吼 果然 苏原从储物界中取出一支木箭 拉弓对准了宝箱 灵儿向前走了两步 挡在他身前 硬 宝箱里传来一声诡异的音听声 碰 宝箱爆裂开 一道身影出现在那里 一袭迷人的黑肠直 静静地躺在洁白如玉的后背上 除了那条镶嵌着褐色鱼鳞的鱼尾 有些扎眼 这背影简直绝了 苏原暗自赋斐 传说中的背影沙也不过如此 不过 那被对着苏原的娇人 突然回过头来 哪怕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可他那满是绿色鳞片 合同般尖嘴猴腮的模样 还是让苏原忍不住皱了皱眉 硬 娇人看着面前这个 让他感觉都威胁的男人 转身就准备跳入湖中逃走 秀 灵儿的红绸缎已经射了过来 瞬间将他层层包裹 再猛地一拉 把娇人紧紧地束缚住了 不好好做你的咸鱼 还喜欢猎杀 挑选猎物也不擦亮眼睛 本大也就这么好惹 苏原将木工和木剑收起来 取出斩鞋刀 缓缓走了过来 继续讥讽 关键是 你们还学别人藏宝箱 这地级恶趣味的套路 真就这么好玩 硬 那娇人很明显是怕了 他拼命挣扎 想挣脱开红绸缎的束缚 从面前这个男人的眼里 他仿佛看到了对方 生吞活泼自己的血腥画面 硬硬 娇人嘴中不断传出难听的阴体声 让苏原听得心烦 他挥动手中的斩鞋刀 斩了过去 刀刃切在娇人身上 就像切鱼肉一般 他的肉也是白花花的 像鸡肋鱼肉 就在他以为 娇人的肉会如鱼肉一般鲜美的时候 一股令他难以接受的恶臭传来 差点没让苏原吐了 哦 苏原拔出斩鞋刀 嫌弃地向后退了一步 就在这时 他眼前的娇人尸体突然爆了 呃 在苏原的错愕中 一张地图落在了地上 他把掉落歪地上的地图捡起来 地图的名字 瞬间吸引了苏原的注意 住 半张藏宝图残片 需要集齐一整张 才能显示出藏宝路线 只有半张藏宝图 那剩下半张法者 是不是还得接着杀娇人 才能爆出来 苏原看着手中 这张完全看不懂线路的图纸 只能先将它放入储物界中 他在半月胡四周转了一圈 并没有再发现娇人的踪迹 难道娇人都藏在湖底 苏原正想让泥人傀儡下水 去探查一下的时候 一声细微的呼救声 从湖水东侧的云山林中传来 要不是小眉球警觉的发现 并提示苏原 他或许都发现不了 苏原往那边走了一段 渐渐听到了较为清晰的呼救声 救命 听声音 像是年龄不大的小男生 苏原快步朝那边的云山林走去 进入云山林后 他从储物界中 掏出两张隐身符 分别给自己和小眉球贴上 至于不起眼的滋滋 娇人的音音声传来 苏原停在 刚好看到空地上生着的柴火 火焰上还制造一个烤肉用的木架子 两只娇人正将一个身材纤细 模样脏弯的男孩从树上结绑 应该是准备将他架起来烤着吃 苏原看着两只娇人 暗暗道 剩下的半张藏宝图就拜托了 今晚可以美美的保持一顿了 两只娇人愉快地将男孩举起来 围着篝火 左脚跳两下 右脚踮一下 右脚踮两下 左脚踮一下 如此反复 这简单机械 又怪异的舞蹈 正是他们娇人族特有的庆祝舞 咻 一声剑笑传来 两只娇人同时停了下来 当他们扭头发现 两只缓缓射来的木剑时 又同时露出了笔的表情 吁吁木剑 也想对付娇人 简直就是痴人说 扑 痴 木剑正中他们的心脏部位 硬 硬 两只娇人瞬间僵住 抓着男孩的手一松 啊 男孩发出一声尖细的叫声 扑通一声 落在了地上 爆出苏元所想的半张藏宝图 七 苏元撇 额撇嘴 运气有点差 他转身正要离开 喂 别走 篝火旁的男孩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刚好看到握着木工的苏元 苏元回头看了他一眼 男孩刚好看到他那张谱 通道完全记不住的模样 苏元没有搭理他 而是转身消失在了夜色里 男孩正准备正准备追过去 一道红影突然挡在住了他的去路 吓 诡异 男孩慌万中 不忘从旁边的篝火堆中 取出一根烧着的木棒 对准了那穿着古代新娘红袍 蒙着红盖头的诡异 我 我不怕你 他双手颤抖 两腿打颤 说不怕的时候 还有些破音 灵儿就是吓吓他 起到效果后 便转身追着苏元走了 男孩真被吓得够呛 见他突然出现的女鬼消失了 他扑通一声 坐在了地上 吓 吓死我了 他撩了一下头发 轻轻拍了拍 略微有些隆起的胸口 随后 他站起身来 紧紧咬着下嘴唇 硬着头皮 往云山林深处跑去 因为他的小黑屋在那里面 苏元也回了小黑屋 他取下脸上的签面 站在小黑屋门口 向下俯视着整个半月湖 焦人族藏宝图 就是这里隐藏的秘密吗 他抬头望向月亮 距离天亮 还有不到三分钟 苏元转身回了小黑屋 他不知道 这时候的半月湖的湖面 突然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漩涡 每个漩涡里 都站着一只焦人 这时 半月湖中央的位置 突然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漩涡 紧接着一道比普通焦人体型 大上一倍 身披白色铠甲的焦人 出现在这道漩涡 他握着一把细长的三叉戟 一双冰冷的毛子 扫射着四方 最终落在高坡上 苏元小黑屋所在的位置 硬 一声利喉 响车整个半月湖 这声音连远在云山林深处的男孩 都听到了 他缩在床角 捂着耳朵 不敢出声 自从来到诡异求生世界 他每晚除了精力 每晚必定降营的规则外 还要担心半月湖的焦人 好在他们似乎并没有发现自己 也从未对自己发动过任何进攻 白天 男孩准备设置捕猎陷阱时 从地上堆积的 霍霍云山树落叶中 翻出一把细长的三叉戟 他发现 这把三叉戟不仅拥有200的辟邪属性 还拥有一条特殊属性 对焦人震慑力加持 今天晚上 破解了疏头鬼的诡异规则后 他仗着三叉戟的属性 准备出去探查一番 男孩刚从小黑屋中探出脑袋 就刚好发现 云山林中一棵树旁边 有一枚宝箱 他拿着三叉戟冲了出去 出乎意料的顺利 他成功拿到宝箱 并将其带回了小黑屋 他以为凭借着三叉戟 自己可以对抗鬼异和焦人 所以再次出门 并在云山林中寻找宝箱 突然 周围传来焦人的怪叫声 音音 下一秒 他的身体突然失去控制 丢到了三叉戟 然后就落入了两只焦人的手中 并被他们绑在树上 要不是三叉戟震慑了 他们一段时间 他们还将三叉戟取走 离开了一段时间 他估计已经被吃掉 就没了后面的故事 上一次 男孩因为焦人的声音被控制 所以他猜测 焦人的声音 应该拥有某种诡异的力量 能够控制人的行为 不要听 绝对不能听 别听啊 男孩拼命捂着耳朵 但他的身体 还是不受控制的向外面走去 完了 就在他刚刚打开小黑屋的门 出现在外面的时候 突然又响起无数焦人的叫声 男孩觉得自己要完蛋了 他受到那声音的影响 朝着半月弧的方向走出 突然声音戛然而止 他非也是了跑回去 响 小黑屋的门被紧紧关上 门口还用椅子挡上 男孩坐在床上 紧紧的捂住耳朵 默默祈祷着 焦人的声音不要再响起 刚回到小黑屋的苏源 在白凯焦人发出利吼时 就掏出了求生手册 去查看诡异规则 还好 发动怪骄的焦人 诡异等级应该没有超过B级 苏源免疫他的精神攻击 主人 长安从鬼迹中走了出来 这次的活应该比较适合我 苏源点点头 精神力方面 长安是行家 不过 灵儿还是要在 毕竟他如今的等级 一般的诡异 就是碾压 苏源带着他们走出小黑屋 目光刚好与湖面上 穿着白色凯彩的焦人对上 赢 白凯焦人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这个人类竟然没有收到我的精神控制 甚至隐隐对我产生了一股威慑 苏源打量着湖面上的惊艳宝宝们 默默计算着 至少五十只 荣誉称号 进阶焦人猎杀狮应该没问题 不知道这些焦人刷完 能不能爆出那半张藏宝图 白凯焦人此时也在算解 我自己发出的精神攻击不行 那如果这样呢 硬 白凯焦人举着三叉戟 震壁一呼 硬硬 湖面上的焦人 整齐地发出叫声 像极了训练有素的士兵 一时间 声音传播四方 响彻天地 这么多焦人 配合着白凯焦人发动的精神类攻击 确实超过了B级 苏源的身体不受控制地 朝半月湖走去 好在铃一把将其拉住 长安已经缓缓飘到半空 他正好与白凯焦人对视 勾魂能力随即发动 在他的控制下 焦人们的叫声戛然而止 苏源瞬间摆脱了控制 他眼中闪过一抹怒意 惊艳宝宝造反了 就在他掏出几张五雷浮转 准备收割时 湖面上 除了白凯焦人所在的漩涡 其余焦人所在的漩涡 突然加速旋转起来 焦人们试着漩涡 向下沉去 眨眼间 湖面上只剩下了白凯焦人 天空中 月亮落山 太阳升了起来 苏源目前所在区域的 突然变得沸腾起来 刚才发生什么 不清楚 身体突然就不受控了 应该是被那个怪叫声控制了 等声音消失 控制也就消失了 是啊 没想到第一次走出小黑屋 竟然是被迫的 从前 我们被迫上学 被迫上班 被迫营业 如今还得被迫出小黑屋 太难了 没错 我刚离开小黑屋 就浑身不自在 仿佛被什么给盯上了 身体被控制 也没法查看诡异规则 还好天突然亮了 确实 不然今夜凶多吉少 话说 那怪叫到底是啥玩意发出来的 不清楚啊 从未听过 音音的叫声像不像狐狸 难道是被狐狸媚惑了 你别说 那婴儿般的啼叫 不就是狐狸的叫声吗 不是狐叫 虽然差不多 但这个声音更低沉 嘹亮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问就是 我以前养狐狸的 666 半月狐 天亮了 小弟们都跑了 大哥孤零零地站在狐面上 好特么尴尬 白凯娇人 干脆直接原地爆炸 碰 他炸裂开以后 身体变成了一股臭气消散 苏元有些失望 毕竟地图没有从他体内爆出来 还好在他肉身遇到太阳炸裂之前 灵儿已经用红绸缎 将他手中的三叉戟给拽了过来 不然 他肯定要落入身不见底的半月户中 苏元上下打量着 这把细长的三叉戟 他通体发黑 不过他比起一般的三叉戟 要细长不少 给人一种鱼叉的记事感 三叉戟 简介 该物品曾经斩杀过数值娇人 B邪 200 攻击 500 对娇人威慑力 10 耐久 100% 看完属性 苏元的眼皮跳了一下 惊喜到 正是需要的时候 你来了 接下来寻找娇人族宝藏 他将成为自己的一大助力 他直接百倍 强化了三叉戟对娇人的威慑力 对娇人威慑力 以前 对于这级别的威慑力 苏元在黄皮子坟 就有过类似的体验 恐怕低等级的娇人 在自己拿出 这把三叉戟的时候 就直接跪了 苏元把三叉戟先收了起来 接下来 该去处理长安勾来的 白凯娇人的魂了 白凯娇人的肉身没了 但他的灵魂被长安勾了来 在这里留下白凯娇人的灵魂 主要想看看 他是否知道 关于娇人族宝藏的信息 小黑屋内 跪下 长安的话音一落 白凯娇人的灵魂扑通一下 直接跪倒在苏元面前 苏元从储物界中取出 许久未曾用过的锁灵符 将白凯娇人的灵魂定在地上 长安 可以让他恢复意识了 是 嗯 什么情况 白凯娇人恢复意识的第一时间 就开始怀疑人生 他刚刚不是带领小弟们 控制了那个谁吗 那个谁 他抬起头 刚好看到苏元 是他 是他 就是他 我就是控制的他 等等 现在啥情况 我咋跪在地上 感觉身体被掏空 轻飘飘地不说 还没法动他 苏元盯着白凯娇人的眼睛问道 娇人 能听懂我说的话吗 如果可以 就眨一下眼睛 他能听懂 但身为高傲的娇人 如何能够向人类低头 哪怕是跪着 他也得跪得有尊严 所以 白凯娇人唯一能动的眼皮 此时也是一眨不眨 有骨气 苏元最欣赏的 就是这种宁死不虚的气节 以前每每听到 类似的英雄故事 他都能被感动的 一把鼻涕一把泪 绝对不能让高尚之人受苦 苏元从储物界中 掏出了灵火符 我会用烈火 来了结你辉煌的一生 娇人族具有高风亮节的英雄 火焰的断烧 定会让你永垂不朽 他轻轻一晃 灵火符上冒出一缕三昧真火 火焰周围的空气 都被灼烧得滋滋作响 下 白凯娇人脸上 绿色的灵片都被吓褪色了 他的眼睛拼命的眨动 别 大哥 我听得懂 有啥事您说 大哥手别抖啊 火快烧着我了 眼看白凯娇人快急哭了 苏元才缓缓收回了手中的灵火符 对付他 连三叉戟都没必要亮出来 下面的问题 如果是 你就眨一下眼睛 如果不是 你就眨两下 听懂了就眨一下回应我 眨吧 白凯娇人配合的眨了一下眼睛 很好 苏元先抛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 娇人族 住在半月湖下面 眨吧 苏元继续明知故问 你们敌视人类 眨吧 很好 下一个问题 很关键 你知道娇人族的宝藏吗 眨吧 嗯 眨吧 眨吧 苏元冷笑一声 你在应付我 既然不想说 他重新掏出了灵火符 眨吧眨吧 没有 那你究竟知不知道 娇人族的宝藏 白凯娇人面露难色 但他最终还是眨吧了一下 很好 你知道藏宝之地吗 有个领路的 不是比看地图方便多了 果然 眨吧眨吧 白凯娇人确实不清楚 宝藏的具体位置 哦 看来你没啥用啊 苏元捏着灵火符 控制着他冒出一丝三昧真火 不不不 白凯娇人只恨自己 不能跟苏元交流 他拼命眨吧眼皮 苏元懒得在跟他打雅迷 毕竟没法交流 疼 白凯娇人烧了起来 火焰带走了他短暂的一声 哐当 一个宝箱落在地上 咦 爆货了 苏元取出一个宁人傀儡 走过去开宝箱 他手中捏着一张灵火符 紧紧盯着宝箱里开出的东西 咔嚓一声 宝箱开启 他里面出现了一个白色的铠甲 苏元把白色铠甲从里面取了出来 他显露出属性 娇人白凯 娇人铠甲 身份的象征 地位越高 铠甲等级越高 防御 五十 碧水 十 耐久 百分之一百 特殊属性 该铠甲拥有娇人的气息 穿上它会被娇人认为成同类 苏元笑了 就算娇人宝藏在半月湖底 他也不怕了 地图准备了 震慑娇人的武器有了 现在连下水的道具也起火了 他直接强化了娇人白凯的避水效果 避水 一千宝箱里不会开出诡异吧 男孩谨慎地将宝箱拿到了小黑屋外面 他觉得 自己有必要在外面开启 如果真开出诡异 太阳绝对是最强大的辟邪道具 男孩尽可能离得远一点 他伸直了胳膊 纤细的手指勾住宝箱盖子上的拉环 然后猛地一拉 咔嚓一声 宝箱打开了 没有诡异 男孩松了口气 脏兮兮的小脸上露出一抹快乐微笑 他往宝箱里望去 惊奇道 咦 竟然是一张地图 男孩伸手将它取出 当他看到地图的名字时 小脸未知一震 可惜 只有一半 天空上飘着几朵浮云 映在半月湖的湖面上 美轮美奂 苏元领着小煤球和滋滋从房间里走出来 那个被焦人绑架的男孩 他虽然看见了苏元 但由于频繁自带减少存在感的属性 对方很难记住他的长相 太阳上的倒计时显示 距离天黑 还有七个多小时 苏元直奔半月湖 他得尽快找到宝箱的线索才行 现在有两个问题 焦人族肯定是在半月湖下面生活 但宝藏却不一定 但应该不会脱离半月湖的范围 苏元并没有着急下湖 他准备先在周围找寻一番 为了更快找寻线索 苏元不仅让滋滋和小眉球 分开向各处寻找 他还取出一百个迷人傀儡 让他们在周围地毯式探查 半个小时的搜查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半月湖也已经搜索了大半 可苏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汪汪 就在这时 小眉球突然吼叫了两声 他又发现 苏元朝西南角望去 发现小眉球停了下来 并扭头呼唤他过去 他走过来 发现小眉球面前 出现了一个古怪的石人 这石人头大身子小 方脸圆眼大 石人 他看上去就不像一座 简简单单的石头人雕像 这属性也太奇葩了吧 苏元琢磨着 敢不敢他上面有什么开关之类的 他控制着泥人傀儡 上前去摸索 查找他是否有隐藏开关或者秘密 结果翻找了半天 并没有任何的发现 苏元有些失望 同时开始合计 他该下水了 既然半月湖周围没能找到 那么半月湖水下 应该能有所发现 毕竟蛟人族就在半月湖中生活 就算找不到宝藏 应该也能找到 焦人族生活的地方 苏元将白凯穿上 他瞬间便拥有了 在水中长期停留的能力 先下去试一下 看看白凯的功能到底如何 真就能一直待在水里 苏元望着面前的湖水 一个猛子扎了下去 扑通一声 他进入了半月湖中 哇 苏元发现 自己可以在水中自由的呼吸 还能够正常睁开眼睛 湖水很清澈 所以他的视线也不错 这白凯 简直就像是 穿了一件无限氧气的游泳服 等等 有个严重的问题 在水里 我的浮转还能用吗 苏元尝试着 从储物界中取出一张灵火符 可下一秒 他已经被水晶湿了 靠 浮转一直都是他最强大的手段 如今到了水里 直接被封掉了 话说 求生手册还能看吗 苏元也不敢轻易拿出来看 浮转湿了 直接丢掉 求生手册要真湿透了 他都不知道 还能不能继续用 苏元低下头 向半月湖的湖底方向看去 咦 这半月湖也太深了吧 他眼望下去 漆黑一片 深不见底 向湖底游去 然而苏元发现 就算是水系的泥人傀儡 他最终还是泥人 接触了水 很容易就融化 最后变成了一滩烂泥 靠 如果水系泥人都不行 其他属性的泥人恐怕更不行 就在这时 滋滋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苏元扭头看到 滋滋出现在自己身边 他在水里来回游动着 显得游刃有余 对了 这小家伙是灵体 他不怕水 太好了 滋滋拥有强大的探查能力 刚好可以走在前面 为苏元提前预警 他示意滋滋向身处前一些 滋 滋滋连忙向水下前去 苏元紧随其后 湖水中好安静 总感觉哪里不太对 苏元跟着滋滋越前越深 究竟是哪不对劲呢 他往四周看了一眼 湖水真的干净 什么都没有 水草 鱼也没有 苏元明白 为啥自己觉得奇怪了 正常的湖水里 怎么可能没有鱼 可这底下 宛如沉寂的死水 并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出现 不对劲 苏元更加警觉 他已经将他把三叉戟 从储物界中取了出来 然而 直到他跟着滋滋 一直下前到湖底 也没遇到什么危险 甚至连一只焦人都没有出现 湖底好大 焦人族族既然在这里 肯定是有什么秘密通道 可以进入焦人族的领地 苏元和滋滋 再次开始寻找起来 没想到 还真被他们找到了 在湖底的某一处 苏元看到一个井口大小的漩涡 联想着昨晚 那些焦人出现和离开时 脚下的漩涡 他猜测 这里应该就是入口 直接跳下去吗 苏元犹豫了 子子 苏元突然发现 滋滋叫了两声 然后身上的绿芒大声 哇 他们面前的漩涡 竟然消失不见了 一个黑漆漆的洞口 出现在原来漩涡的位置 原来是障眼法 滋滋能够破除 任何幻想和障眼法 有他在 这些东西倒是无法干扰到苏元 这个洞口非常的棋子 他周围似乎有着 某种神奇的力量 洞口附近的水 竟然可以被隔开 不会流入洞中 这里倒是可以让泥人傀儡 先进去试试水 他取出一个水系泥人傀儡 并将它放进了洞口 苏元控制着泥人傀儡 往里面走去 我的天 苏元忍不住在心中惊叹 简直就是鬼斧神道 借着泥人傀儡 他看到了黑洞里面的情景 半月湖边 男孩站在湖水边 湖面上映衬出 他脏兮兮的模样 哦 好脏啊 哇 就在这时 他突然听到一声狗吠 指尖不远处 一只肥嘟嘟的小笨狗 朝着他轻吠着 男孩惊喜到 好可爱的狗狗 他缓缓向着小眉球 靠了过去 他想干什么 小眉球急紧地望着他 眼看男孩走到身上 好 小眉球变身了 明选巨大的身影 宛如来自地狱中的恶魔 见到这一幕 男孩脸色瞬间被吓得惨白 啊 他尖叫一声 脚下一个亮腔 向旁边载倒 直接掉进了半月湖中 本王那么吓人吗 好耸啊 竟然直接投湖自尽了 小眉球摇晃着尾巴 重新变成了土狗形态 窝在湖边晒着太阳 等待主人上岸 半月湖中 苏元刚准备 进入那个黑洞当中 身旁的滋滋 突然对着湖上方叫唤起来 他愣了一下 然后抬头望去 直接一团黑影 正在缓缓落下来 刚刚明明连鱼都没发现 那是个什么动线 苏元紧紧握着手中的三叉戟 随时准备发动攻击 可等到黑影靠近 苏元发现 竟然是昨天晚上遇见的那个男孩 他怎么会出现在水里 咦 那是 苏元的目光落在他的手中 一张熟悉的图纸 被他紧紧攥着 藏宝图 苏元神色一喜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可就在这时 一道灰色的虚影 不知从哪里窜了过来 静止钻进了男孩的身体里 只见他浑身一阵抽搐 随后身子扭曲 动了起来 下 苏元注视着男孩 他突然一个翻身 面朝苏元 眼看三叉几就要刺中他 男孩刺溜一下 如同一条泥丘 灵活地从苏元身旁游了过来 直接钻进了苏元发现的那个黑洞当中 该死 眼看就要到手的藏宝图 苏元也追了进去 咦 从黑洞进入后 苏元突然失重 从高空落了下去 还好他眼急手快 凭借着自己恐怖的柔韧性 在落地前扭曲半圈 双手在地上弹了一下 然后稳稳地停了下来 这就是娇人居住的地方吗 苏元感觉 这里更像是一处奇特的一空间 周围虽然明显感觉潮气很重 却没有水从外面流进来 这里宽阔的空间 也让人忍不住惊叹 周围的墙壁上 附着一层厚重的青苔 爬满了厚厚的水草 地面上则有些一个个半圆形的建筑 给人的感觉 像极了欧洲古希腊的那种 追求和谐 完美 崇高的古式建筑 苏元跟着南海进来 可进来后 南海却突然凭空消失了 滋滋根也在苏元身后进来 他高高跳起来 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苏元扫射着周围的建筑群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找他 就在苏元驻足不前时 硬 一道娇人的叫声传来 苏元暂时将三叉戟收了起来 他这么有白凯在身 娇人会将他认作同类 只见一只白凯娇人 带着一众拿着刀枪棍棒的普通娇人 快步走了过来 领头的白凯看到他 命令其余娇人原地待命 他握着一把尖刀 朝这边走了过来 苏元心中暗道 难不成被他们发现了 他们如果发现了自己 应该一拥而上才对吧 为什么只有白凯娇人走过来 苏元从储物界中取出斩铃刀 随时准备发动攻击 硬 硬硬 白凯娇人停在苏元前面两米的位置 他看着苏元神色焦急 手不停地乱挥 他虽然没有发动攻击 但苏元还是皱起了眉 他的话自己完全听不懂 但从对方那焦急的动作中可以看出来 这里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只白凯最后朝左边一指 然后便转身带着一众焦人 往右侧走去 走了几步 他还不忘回头看一眼苏元 让往左边走 苏元连忙往左边走去 那边的白凯焦人则去了右边 苏元往前走了几步 便停了下来 然后转身又走了回来 他准备跟着那白凯焦人身后 毕竟自己对这里不够熟悉 倒不如跟着他们 也不知道焦人族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不成是那个男孩 想到他手中捏着的那张地图 他很可能就是苏元要用的另外一张藏宝图 他给自己贴上一张隐身符 然后便一路追了上去 白凯焦人带领的焦人四处查看 直到他们撞上了另外一对焦人 他们阴阴阴了半天 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随后便合成一队 突然加速朝着某一处跑去 苏元连忙跟上去 跟了这一路 他算是建设了焦人居所的特点 这里房屋摆放的格局 完全就部落大杂居的形式 房子挨房子 没有街道 没有规划 前面怎么那么多焦人 苏元突然发现 前面聚集了二三百只焦人 苏元的目光扫过红凯焦人 落在他身旁 那个行为怪异 手中捏着藏宝图的男孩 就躺在他脚边 不知是死是活 嗯 结果苏元发现 之前被男孩紧紧钻在手中的藏宝图不见了 音音 他出现在那个的红凯焦人的手中 只见他挥动着拿藏宝图的手 显得非常兴奋 这个时候 一股莫名的压力 突然从下面围观的焦人中传来 噗通 所有焦人都给跪了 包括站在高台上的红凯焦人 唯独苏元此时站着 冲缓缓向着高台这边走了过来 所有的焦人都跪在地上 这些焦人的实力都比较弱 在苏元经过的身边的时候 由于难以抵挡那股威慑力 直接趴在了地上 高台上的红凯同样连头也不敢抬 他轻轻瞥了苏元一眼 大概明白 那股恐怖的威慑力 正是从他手中那把三叉戟上传来的 他穿着足中白凯 为何能够拥有 具备如此恐怖威慑力的武器 苏元走过来 翻身上了高台 红凯直接面对苏元 双脚一软 再也撑不住 扑通一声 踏在了他脚底下 同时他双手举高 藏宝图刚好伸到了苏元面前 真怪 蹭 苏元将三叉戟插在高台上 一伸手将红凯手中的藏宝图拿了过来 他将藏宝图放入储物界中 嘴角挂着一抹浅笑 各位辛苦了 要不是他们帮助找到这个男孩 还真有点棘手 碰 苏元一脚将那只红凯从高台上踢了下去 嗨嗨 你们不用害怕 作为经验宝宝 你们不要以为找到藏宝图 就做得很好了 因为你们还有更重要的宿命 苏元也燃一副领导说话的臭屁嘴角 哎 我的发言不精彩吗 也没人鼓掌 只见他从储物界中掏出了十张五雷符 算了 你们不想鼓掌 就让我给大家来点天雷珠珠信吧 天雷滚滚 轰然落下 伏在地上的娇人 鱼尾拍地 人手摇摆 霹里巴拉 跳起了有节奏的霹里舞 这其中 红凯娇人的舞姿最为殆尽 砰 砰 砰 娇人被击杀后 全都变成了一团恶臭的黑雾 这也太不环保了 苏元满脸嫌弃 然后掏出了一张清新符传 他有消除诡异 造成负面效果的能力 不知道 他能不能驱除 娇人死后产生的灼气 有效果 苏元已经闻不到 那股令人嫌恶的恶臭了 与此同时 他耳边传来两次提示音 当里面飘出系统公告苏元 荣誉称号进阶的时候 苏元大神下海了 太疯狂了 这就斩杀了三百焦人 恐怖如斯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是传说中的鱼塘电鱼大法 你说的难道是传说中的 呃 啥意思 没明白 我知道了 苏元大神找到了一处焦人窝 那里聚集了几百只焦人 苏元大神拿那么一桶 利用水的导电信 电死了一窝焦人 真像了 学会了 果然 对付诡异 还得科学知识 弱弱的问一句 电从哪里来 这还用问 苏元大神不是升级出了二级小黑屋吗 系统肯定奖励了他一台发电机 手摇那种 手摇发电机 电死一条鱼都难 肯定是一座发电站 牛皮 你这不分析很道位 开玩笑 一座发电站算什么 他可是诡异世界亲儿子 我估计系统奖励了他一座核电站 真不错 大老门分析到位 系统应该给我奖励个分析大师的荣誉称号 云山林深处 弥漫着比外面更恐怖的迷雾 此时 一道身影正缓缓从迷雾中走出来 苏元果然比我来得要快 他既然能这么快就找到娇人部落的位置 并将他们统统灭杀 相信宝藏的位置 他也确定了 很好 就让你在前面带路 他手中握着一柄荧光闪闪的长枪 阳光洒在上面 寒芒隐线 苏元 这次 我定会让你为自己的桀骜付出代价 他将长枪插在地上 手轻轻地摸了摸腰间的东西 脸上露出一抹邪笑 咱们走着瞧 说完 他朝着半月湖的方向走去 云山林中的另外一处 一道浑身裹在黑色长袍下的身影出现 在他身边 还竖着一口通体漆黑的棺材 主人 到了 黑袍下传出一道沙哑干涩的男人的声音 动动 棺材中传来两声敲击声 是 黑袍男伸出手 单手抓住棺材 竟直接将他拔了起来 然后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他的方向同样是半月湖 此时 半月湖中 浇人族的居所当中 苏元打开了求生手册 翻开荣誉称号所在的位置 原本的浇人猎杀者荣誉称号 已经变更为 浇人猎杀狂人 随即 他查看了该称号进阶后的属性 说实话 因为三差几的存在 这个荣誉称号里面附带的威慑力 变得不值钱了 反倒是对浇人族那120%的伤害加成 这个还是挺有用的 苏元将求生手册装起来 他满眼放光地 看着地面上出现的八个宝箱 其中七个宝箱是白凯娇人掉落 还有一个则是红凯娇人掉落的 苏元从高台上跳下来 将八个宝箱全部都收进储物界中 他准备回去以后再开 先看看藏宝图再说 苏元将储物界中 两张半份的藏宝图拿了出来 这时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两张藏宝图直接合二为一 他的属性也在集齐后发生了变化 浇人族藏宝图 浇人族的藏宝之地 那里藏着浇人族的大秘密 传说 这个秘密与余神有关 说的这么玄乎 苏元看着地图上出现的路线 他眼前一亮 这里显示的入口竟然是那个石像 不过 我需要先去获得开启石像的钥匙 钥匙在半月湖下的浇人族居所中 那就先去找到钥匙 苏元回头看了一眼高台上那个男孩 然后将灵儿召唤了出来 主人 你去看看 他是否还活着 如果活着要杀掉吗 是不是傻 毕竟我从他手里抢走了藏宝图 苏元眼中闪过一抹杀意 不过随即他又冷静下来 算了 我带了签面 他也不知道我的长相 杀了人 如果真被系统搞个鸿鸣 就得不偿失了 嗯 林儿点点头 然后走向高台 他伸手试了一下男孩的脉搏和鼻息 他还活着 嗯 苏元点点头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那双灰色的毛子 他盯着高台上的男孩 突然发现他的手指动了一下 看来他快醒了 林儿看着他 突然有种熟悉的感觉 奇怪 他身上的气息怎么那么熟悉呢 林儿 走吧 嗯 他奇怪地回头看了一眼高台上的人 最终也没发现什么 苏元将林儿收回 然后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定身符 我不杀你 但也不能让你坏落的事 他控制着一个泥人朝着男孩走去 将定身符贴在他身上 我把这里的娇人亲了得一干二净 也算你救命恩人了 苏元摊手道 接下来就听你救命恩人的话 待在这儿 哪都别去 说完 他转身往地图上提供的钥匙位置走去 他刚离开不久 高台上的男孩缓缓睁开了眼睛 一双灰色的毛子闪烁着诡异的灰蒙 苏元站在一面布满水草的石墙前面 他走上前 用手在石壁上轻轻地敲了三下 咔咔咔 石壁上出现了一个横竖鞋箱家乡等的九宫格面板 地图上显示 完成游戏后就可以获得面板后的钥匙 玩个屁 小学最头疼的就是这种铁 苏元走到旁边 捡起一块石头 然后对他的坚硬程度进行了百倍强化 一粒破万法 给老子开 砰 石头砸了上去 九宫格面包瞬间碎成了粉末 里面出现了一个方形的钥匙盒 苏元将盒子取出来 看向他的属性 六阶魔方 解开魔方 方可获得其中用来开交人族宝藏入口的钥匙 该物品不可损坏 太阳的 我严重怀疑 你搞我心态